一旁小卢的母亲在回避着镜头 眼神充满了无奈 见此情景 大家心里不约而无想产生了一个念头 这小卢也许真的有病 但这病却不在鼻子上 而是在她心里 做了一个手术 你们压根儿就不知道 是吧 知道 我知道 geko了 表着租他肥viet 他现在不好走 是一样 他是把表里竟了 一直熟了一次嘴 是一样ART 是一样根本没有病 小卢本来是个帅小伙 鼻子挺拔 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过分关注自己的容貌 却让他产生了心理疾病 别人说一句 他像成龙 他就跑去整容 而整容之后 鼻子也没什么不妥 但小卢却坚持认为 手术失败了 自己毁容了 他说他不敢接着 不敢扎 不敢接着 不敢扎我 后来他不好上学 他一套学 不好上学 我把他拎回来了 拎回来 他不吃大门了 他在晚上 他洗洗的 他大半的大半 干干净 他出来晚都哭 每天去晚都哭 去晚都哭 哭 他为什么要哭啊 不知道 如果有个白白的弄 你说每一个字 我能听你心里 这样 但是你的鼻子没有什么 大家都在关心你 你知道吗 我们不想让你去走那样的路 我们只想让你好好的过 好好的活下去就行了 六年我习惯 改过来是不很不容易的 那你需要改 你必须得靠自己 知道吗 你得靠自己慢慢改 别人帮助你都只是暂时的 你必须要自己改过来 我们希望你好好过 好好孝敬你爸爸妈妈 你爸爸妈妈就你一个儿子 他不靠你怎么办呀 快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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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能听进去 你知道姐姐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非要就在里边就出不来 姐姐就是想让你好 就想让你好好活下去 不想让你自保自弃 陈小丽这番话说到点子上了 可也说到了小卢的痛处 小卢沉默了 一支烟的功夫 她似乎想通了什么 随即表示愿意过两天 跟记者去心理咨询机构治疗 记者临走的时候呢 小卢竟然破天荒地 放下了捂鼻子的手 并表现出了她很可爱的一面 再见 再见 你贵心啊 不幸福 我该笼上慢点 麻烦问一下你姓什么呀 石 石哥你路上慢点 行行 下雨了 小心点 好的好的谢谢 听话 我听话 听你们的话 好嘞 一家听话好吗 勇敢地活下去 对对对对 乖孩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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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起来起来 好了好了 好 是礼貌必须的 好 几天之后 陈小丽按照约定呢 带着小卢来到了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看心理医生 人家是国家级的心理咨询师 就是你心里有啥不痛快的 你觉得哪些 有些想不开的 你就给杨老师说 好不好 咱去会议室做 走吧 咱去会议室 此时的小卢呢 虽然戴着帽子 但却已经不怕让人见到 他的鼻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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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不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